再来看到大陆11长假的成绩 在官方提倡就地过节重防疫之下 假期的商机难以发挥 今年国内的旅游累计4.22亿人次 年减18.2% 而旅游收入的部分为人民币2800亿元左右 只有疫情前的四成水准 显示在11长假期间 他们的经济复苏是很有限的 而假期过后大陆的疫情现在又升温了 单日新增确诊数突破了2000例 疫情最为严峻的内蒙古胡河浩特 宣布全城不进也不出 而上海也出现了新一波的疫情 有9个区展开了全员的核酸检测 就连上海迪士尼也宣布 不要暂停游行表演 大陆放完了7天11假期 各地进入节后疫情防疫的紧绷状态 上海官方三令五声 返回上海48小时内 一定要完成一次核酸检测 否则健康码就会暂时失效 回到社区也得清查旅游室 是在江苏南京站上车的是吧 上车的那个省份是江苏省啊 最近两次核酸的预期 告诉我一下就可以了 一趟假期出游 回家后是繁琐的防疫规定 尽管官方在11假期间 倡导就地过节 但疫情还是出现升温迹象 9号大陆单日新增感染突破2000例 其中本土占1939例 10月以来大陆31个省份都通报过本土疫情 该阳性感染者于10月7日报道的一例 新疆输入相关感染者存在空时空关联 受外省输入病例影响 上海爆发一波疫情 包括浦东家定在内9个区 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甚至有81所学校改线上上课 上海迪逊尼乐园9号起停止游行表演 上海各门店商家防疫也谨慎起来 除了上海外 广东韶关还出现大陆首次检出的 BA.5.1.7进化分支 还有BF.7变异株疫情 而现阶段大陆疫情最为严峻地区 是内蒙古呼和浩特 当地宣布全程不进不出 无论怎么防还是无法清零 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却发文喊话 指防疫政策行之有效 要民众增强信心和耐心 而一步步放宽防疫的香港 一届开始呼吁催打第四针 另一方面港府表示 已经收到BNT针对Omicron变异株的 二代疫苗加强剂申请 估计疫苗最快明年1月才能公港 二代疫苗刚刚是9月份才是有生产 那它现在主要都是欧美那个市场是用着 香港我估计要去到1月初才会有 官方的防疫做法 态度牵动市场经济 大陆这回11假期成绩公布 全国国内出游4.22亿人次 同比降18.2% 实现旅游收入人民币2872.1亿 同比减少26.2% 至达到疫情前的四成左右 集中在本地周边游下运动旅游顺行 在户外骑单车滑板 还有近期流行的飞盘运动都很好 此外假期中全装最好的商机 则是录外卖 不管缺啥 不管在哪 点个外卖很快就能拿到手 拿外卖是否方便 也成了我们选择录影地点的一大参考指标 严格的防疫下 大陆假期商机处处受限 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结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